欢迎收看今天文谦的世界周报 对全世界来说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台湾而言 中国的经济如果陷入风险 一个可能性是 它忙于处理国内的财政金融的危机 所以它不会攻打台湾 也不会把武力犯台 也不会把统一的问题 摆在现在中国市政的第一优先 第二个情况是当他完全失控的时刻 也就是说他失控到威胁习近平的政权 他个人在国内政权的正当性的时刻 而美国的总统又千载难逢 是一个可能上台的川普 他对于干预外国的事务 没有兴趣的时刻 也很可能因为中国内部的经济 而改变了中国原来处理台湾的时间表 他不会是习近平第三任进入第四任的 2027年 中国的经济危机从2018年的恒大危机开始 累积到了2023年 现在已经加入了碧桂园 而最近地方债务大幅增加 地方债务的增加就跟房地产的危机 是有关系的 在全球的出口 全球的经济都看不到复苏的可能性之下 中国作为主要的出口大国 它的出口也不好 不止中国 韩国的出口也不好 不止韩国 德国的出口也不好 而国内的消费呢 消费信心就下滑 这个下滑里头还包括出现了中国的储蓄率大幅的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中国的国家财政的收入 收入的部分是降低的 支出的部分是增加的 就是希望能够稳定它的经济 11月份的几个重要的中国经济数据陆续的出炉 有的看起来是好的 有的看起来是往不好的方向去发生 也就是说到了2023年底的时刻 我们在今年年中曾经有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40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习近平政府 习政府 尤其是习一人政府 他扛得住骂 而目前为止呢 在墓底作为全球很重要的评比公司里头 他降级了对中国的评比 降级的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地方债务隐藏在整个中国的债务太高了 而经济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安事件 这个国安事件不是我说的 是中国政府的正式政策 如果在中国的微博 中国的微信 或是一些场合里头讨论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对他们而言 这个台湾很熟悉的畅衰经济 他们当然没有畅衰这个字 因为畅衰是属于台湾闭南语的字也 但是如果你谈到中国的经济危机 40年最大的危机 像我刚才所有的谈话 都是属于国安事件 都是被查禁的言论 在过去这半年还没有发生 最近他正式出台这个政策 可见中国的经济危机之严重 他并不希望这样的一个言论 引发了更大的恐慌 引发了更大的不肯买房子的态度 或者引发了人民不肯消费的 相关的一连串的影响 因为经济学里头最核心的概念叫做信心 而目前为止呢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是有一点动摇的 但他信不希望习政权倒台呢 大多数的中国很贫穷的民众 是支持习近平的扶贫政策 也就是说他们是支持习近平的 在城市里头的中产阶级 特别是历经过文革经验的人 再加上他们对很多议题 国际经济各种议题的相关的了解 不管他对习近平满意或不满意 他们并不希望习政权垮台 他们希望这是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 而使中国的经济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但渡过这个难关并不是靠人民不造反 就可以渡过 如果他的经济继续 房地产继续下滑 他的地方债务继续增加 总有一天 当中国找不到 他可以持续的继续在经济路的时刻 习近平当时形成第三任期 艺人政府不重用重要的经济幕僚 当然他最近开始重用了 这样的一个现象 终于很可能会使他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 近来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 已呈现两季分化 中国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减0.5% 除了是连续两个月负成长 更创三年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通货紧缩的阴霾挥之不缺 我认为在2024年 比这一年更多的原因 一种主要是我们的消费市场 我认为这都会缺乏消费的信心 如果是在中国的土地市场上 或新闻聚业务 也认为有真正的忽略 亚洲开发银行13号发布报告预测 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2% 高于此前预期 但亚航的报告又给中国经济乐观的预期 工业 服务业 消费 出口这些指标 都在持续地改善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前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有望较好完成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也公布 相对气吻的11月宏观数据 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额 同比均明显高于前置 投资增数也在连降8个月后回闻 那么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着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有望得到逐步的缓解 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11月的数据是对近期外界一路唱衰 甚至到中国崩溃论调的有力反驳 官方媒体更大力宣传捍卫中国经济底气 而不少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财经博主 被警告不要发表任何对经济悲观的言论 中国国安部甚至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表题为国家安全机关 坚决助劳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 抨击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枪懒调 要求加强经济宣传 舆论引导 唱响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而官方整顿舆论圈 把经济新闻当成果然事件 也不是没有原因 三大信平机构之一的目的 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根据过往经验 在展望降为负面之后的18个月内 约有三分之一会被降级 而信平机构的报告 往往对全球投资决策 有重要的称考指标意义 这势必减少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更加剧中国当前的资本外有情况 这里是 where the problem comes here's the US dollar versus the yuan year to date up 3.78% that means the Chinese yuan has weakened against the dollar by about 4% a weaker yuan means more capital outflows that means people don't want to hold it because it's becoming devalued and in September that fevered pitch reached 75 billion dollars and that was the highest level in about 7 or 8 years that was right in here at these highs now keep in mind this is a weakening yuan as we go up let's take a look at a max chart and see where that is historically we are right at the highest highs going back to just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you can see back in the day there used to be a peg no more it was allowed to float within a band but now it is threatening to break northwards and so for that there are traders who are scared of losing money in the yuan they have bought dollar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财政可持续等方面的担忧 是没有必要的 中国外交部都说话了 可见穆迪这份报告的撒伤力 但下调中国信品展望 穆迪也非毫无依据 穆迪 told us today is not news at all and quite frankly their outlook downgrade is about a decade too late we've known this entire time that the pace at which the liabilities are accumulating 事实上目的这是下调 对中国展望的三个原因 彼此牵连相关 除了警告中国房地产的 危机管控需要高昂的成本外 举行环旧的化解地方债模式 恐怕才是这次展望下调的主因 中国地方债务的累积 始于1994年的分岁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财税收入锐减 不得不依赖卖土地增加产源 这形成了特殊的土地财政 这些由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负债 成为官方的表外债利 根据IMF与华尔街投行的估计 中国数千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在银行的商业贷款与发行的公司债券 债务总额约7兆至11兆美元 在中国GDP的债务比超过50% 而这恰恰是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模式 地方政府规划新程做基建 把地卖给开发上该房 成了就相得益彰 不成就成了鬼子 这让地方政府的财政仰赖房地产发展 也因此在房地产调控下 不止出现如恒大的债务危机 外债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跟着破产 在这里的中国货币书 有个币书画的银行银行 在中国国货币书中的国货币书 一共产党与环的交通 一旦广红一份不算 不算不算不算的 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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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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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旦是中文的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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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在ここ看起来的楼梦 尔街头是中文化的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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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超早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后 重启置换地方隐姓债务的特殊债农值债券 然而这种发国债 偿还地方政府的商业贷款和债券 被认为只是为了避免违约 而将风险转嫁到中国的国债上 正是目的下调中国主权性贫展望的原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场往往在年底举行 规划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的会议 并没有对中国当前的危机 再提出什么特效要来 有的只是延续今年7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对房地产的完全松霸 不对房气雨天手闪 但也没有大水漫灌的旧事行动 the support that you've seen being provided to the property sector the pairing back of regulations which were very tough has all been there's a step-by-step formula that they seem to be applying to find where that sweet spot is because let's be sure the one thing they're very afraid of doing is reinflating that bubble that they've worked really hard to let the air out of because they're no longer trying to hit high growth numbers right so the biggest assumption there is growth is going to inevitably slow 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 投行機構與眾多經濟分析 或許與北京打相傾聽 但問題在哪 一見相差無幾 而面對中國這場40年來 最大的經濟危機 沒有大明大方的手段 卻要從零碎的政策裡 找出官方的應對邏輯 顯然也難以真正提振市場信心 在美國上次的聯合國安理會的大會裡頭 動用了否決權 否決了停火協議之後 聯合國正式的使用另外一個程序 這是由聯合國的大會 大會表決壓倒性的153個國家 贊成12月12號 贊成要求以哈停火 以色列必須要停火 只有10票反對 23票棄權 而這裡頭美國仍然又再次是反對的國家 美國比英國在關於以色列議題來得更強硬 在上次他動用了否決權 英國是棄權 而美國對於以色列跟哈馬斯的問題 跟巴斯蘭的問題已經到了沒有辦法談論的程度 美國有71位共和黨的議員 還有三位的民主黨的議員 在把三個大學的校長都找來 這三個大學是什麼大學呢 哈佛大學 他現在的校長是女性 非裔 第二個校長是MRT的校長 他是猶太人 只是他是一個Liberal 他是一個基本上有是非觀念的人 他不可能完全支持以色列這樣去殺巴勒斯坦人 第三個是Pansylvania賓州大學UPEN的校長 這UPEN的校長呢 因為整個UPEN的那一帶所有的系統 大多數都是猶太人的金主 所以他已經被逼下台 這三個人都被請到美國國會 遭受國會議員對他的詢問 然後之後71位共和黨的議員 加上三名的民主黨的議員簽名連署姓 你們三個人不是下台 開除要求學校的董事會要求開除他們 理由說你們根本你們的正式顯示出來 你沒有道德的清晰度 最後一句話說 你把猶太社群非人化 他沒有說他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 那這三個校長有可能會把猶太人社群非人化嗎 他們當然是反對戰爭 跟全世界大多數的正常人一樣 都認為說這種殺巴勒斯坦人的方式 是種族滅絕的方式而已 他們連用這種字眼都沒有 結果最後現在也被要求下台 在這個狀況之下 哈佛大學有700名的教職員 他們聯名上信 他們反抗這件事情 你干涉學術自由 干涉言論自由 干涉一個國家裡頭 所有的知識分子應該要有的道德自主的標準 以153票贊成10票反對23票棄權 壓倒線票數通過要求以色列 和哈馬斯人道填過 顯示超過4分之3的成員國 反對以色列的過分攻擊 投下反對票的美國 其國際領導地位受到高度挑戰 拜登同日態度批貶 警告以色列 無差別轟炸 將使以色列失去國際支持 但納坦雅胡有恃無恐 因為他知道 猶太族群在美國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跟著川普鼓吹2020總統大選 被偷走的紐約州共和黨中議員斯特凡尼克 在12月5號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 針對大學是否做到保護猶太裔學生 質問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和賓州大學校長 引發軒然大波 還導致賓州大學校長邁吉爾請辭 斯特凡尼克議員所說的言詞是指在美國多索大學聲援巴勒斯坦集會中呼喊的口號像是全球化起義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終將自由 斯特凡尼克說這些口號眼神的意思是滅絕以色列和猶太人 他刻意抓住這一點 別問這些大學校長 我會再問你一遍 再問你一遍 何况问题本身就以严重扭曲口号的意思 像是全球化起义 Globalizedly Interfada 从来就不是用来呼吁 种族灭绝犹太人 前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 库塔解释 Interfada在阿拉伯语的原意是 摆脱指的是要求摆脱 以色列占领 巴勒斯坦人的愿望是建立属于自己的 独立国家而不是取代 以色列将结束 以色列占领的诉求和 种族灭绝犹太人画上等号 根本是指入为骂 斯特凡尼克的问题 被评为是华众取宠的陷阱题 被质问的哈佛 麻省理工和宾州大学校长 从法律角度避开风险的方式 回答这些反犹太的问题 引发批评 他们的回答向律师打辩 而且闪烁其词 缺乏真心诚意 更加突显 这些名校校长苦于应对 以哈战争所引发的校园对立 听证会后 七四位国会议员 多数为共和党 要求解除这三位大学校长的职务 检测他们缺乏道德清晰度 宾州大学校长迈吉尔 自行下台 斯特凡尼克发文庆祝 写下解决一个 还剩两个 不过 马申理工和哈佛大学董事会都宣布支持他们的校长留任 哈佛法学院教授艾尔德森表示 大学校长遭逼宫显示某些捐助者和机会主义政客认为 大学应该遵循他们的标准来运作 反犹太主义在美国多所大学出现 国会特别选择哈佛马申理工和宾州大学校长出席听证会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众院议员选择这些民校校长才能制造话题吸引注意 长久以来 共和党就已不满这些民门大学越来越左倾 现在还认为校园出现反犹太 就是因为大学充斥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结果 共和党要证明 这些左派大学才是问题的根源 中文,你准备取证会 지고 Wo ella给出 skin уется草 прик尔 into Given this liberal culture on college campuses which they've been denouncing and this anti-israeli rhetoric they're seeing on campuses they're gonna suggest that those two things are inextricably bound up together. 譴責哈佛在應對反猶太上徹底失敗 但他憤怒的背後是 自己捐了數千萬美元給母校 哈佛卻速度忽視他的意見 以哈戰爭讓美國名校陷入困境 在應對校內反猶太 和仇視伊斯蘭問題上步步為營 更暴露出猶太金主 對美國學術圈的影響力有多大 《紐約時報》總結認為 美國大學校長遭清算 顯示學術圈要在政治和道德議題上 保持中立 讓所有人暢所欲言 已經越來越不可能 往後無論是在大學或其他機構 擁有最大權力的一方 就可決定哪些話可以說